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而引发糖尿病 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等非传染性疾病 为协助吉里巴斯改善国民营养失衡问题 国合会是在过去推动的计划基础上 为该国量身打造了吉里巴斯营养提升计划 并由台湾派驻吉里巴斯技术团 与该国农业部 教育部及卫生部共同合作执行 该计划以改变学生族群的饮食习惯为核心 建立民众从小养成摄取蔬果习惯的观念 来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盛行率 此外 技术团一自2018年起 开始透过设立校园菜谱的方式 教导学生自己栽种菜苗 移植 架设支架的技巧 也藉由烹饪课程 让学生学习如何煮出色香味俱全 且营养均衡的一餐 游记树团种植的蔬果 每日受益人数达1000余人 未来预计与更多学校合作 国民健康乃一国之本 降低慢性病的风险非一蹴可击 国合会与吉里巴斯政府携手合作多年 期盼透过吉里巴斯营养提升计划 改善南泰国家耕种的限制 并借由一系列营养教育与学生团善活动 提升全民健康饮食观念 让营养均衡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 共同守护几国人民的健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